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七科技無限家 讓你生活無限家 我是鏡像 我是韓竹 說到了房子 我們傳統的普遍的觀念都會認為 有土司有財 租不如買 但是又講到買房子 台灣多少人買不起房子 或是買了房子 為了房貸整個生活品質都沒了 因此對大部分的市民來說 要的不是豪宅而是豪宅 但如果連豪宅我都買不起的話 公宅可不可以呢 今天我們來告訴大家 國外的公宅多有型 透過科技 公宅能變成多好的一個樣子 不要走開 歡迎回來 五七科技無限家 剛剛我們提到 其實很多台灣年輕人都買不起房子 只好選擇用租的 但小圓你也知道 其實租房子問題很多 還有可能被房東趕出去 所以感覺好像是社會住宅比較保險一點 但是問題來了 小圓你覺得台灣的社會住宅真的夠嗎 其實如果有好的社會住宅的話 我也會很想要去住 可是問題是台灣真的太少了 目前高房價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麼之前在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Robert J. Schiller 他之前來到了政大去演講 可是大家對他的演講題目當然很好奇 可是大家更好奇的是 他對於台灣的高房價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 他直接的說 他覺得台灣高房價的話 是民眾對於未來的一個選擇 但是真正的問題是台灣的自由 台灣的住宅 社會住宅可能真的是太少了 太少 我們知道小安總統上任他提出一個願景 八年蓋20萬戶 還少嗎 對 那我們如果說以台灣來跟其他國家來比較 我們先講日本好了 日本1970年就開始各級政府合作在蓋社會住宅了 那韓國的話呢 1980年開始也陸陸續續在蓋了 所以日本跟韓國很早 只要我們二三十年就在蓋所謂的社會住宅 他們現在有幾戶你知道嗎 從日本來看 日本現在有350萬戶 韓國有120萬戶 如果去算他們一個居住佔比的話 就實際的住宅跟社會住宅的比重來比的話 他們都在6%左右 那反觀台灣有多少你知道嗎 台灣到目前為止只有7000戶 換算整體的一個居住比重來講 只有0.08% 是日本跟南韓的1%甚至還不到 所以你就知道說台灣對於這個自由住宅 或是社會住宅這樣的一個佈局的話 真的是太慢了 其實說到了這個社會宅 在國內我們今天觀眾朋友一講到說 你們要談公宅 公宅不是那種管理鬆散 甚至會被變成是 閒霧鄰居的那種房子嗎 對 可是你說社會住宅 到底是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講韓國好 我那時候去韓國採訪 有認識一位金小姐 她就說她住在社會住宅 她說社會住宅跟我們想像是完全不一樣 她住的是離這個首尾區 大概兩個小時路程的地方 大田市那邊 所以距離感覺好像滿遠對不對 可是她說其實不會 因為她住的那個社會住宅 附近就是市區 所以買東西很方便 而且重點是 政府它會常常去修繕 所以你的水電 你的那些房子的修繕 都不是問題 但最特別的是一點 她一住住了20年 為什麼 因為她的房租非常的便宜 一年大概是100萬韓元左右 相當於台幣只要3萬塊 所以她覺得住的也不錯 市區也近 然後又不用考慮修繕的問題 她當然會繼續這樣住下去 那是在韓國的部分 但是我們反觀我們台灣的話 現在不是太少了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要加緊的腳步 去往前走的話 要跟誰學習 不是跟日本 也不是跟南韓 大家建議最多的是要跟新加坡來學習 跟新加坡 我知道新加坡的 這個所謂的公共住宅 其實蓋得非常的密 非常的高 他們的這個公共住宅 其實不是你想像的那種工廠 其實我們那時候去新加坡採訪的時候 我的想法跟大家一樣 我們去到新加坡 很小的一個地方 700多公里 乒乓公里 然後住了500多萬人 到底誰塞到哪裡去 所以我看到沿路 很多房子舊舊的 或者是那種房子 可能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 我們想說他們應該是住在那裡 可是其實不是 他是住在什麼地方 他住在那種高樓大廈 或者是外觀其實還不錯的一些地方 看一下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 外觀很高對不對 他是有50層樓高 而且你看透過畫面 50層樓高上面 還有一個號稱 全世界最高的一個花園步道 它在頂樓那邊 對 它很像豪宅 它在上面你可以有長達 500公尺左右的步道 可以這樣子逛街 可以去看 看到什麼 直接就是新加坡那邊的港口 還有貨櫃輪在那邊運輸的樣子 一覽無遺 像這種地方的話 我們第一個印象可能是什麼 它一定是豪宅 或是那種購物商場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美景 不是 它這個地方是祖 它當地叫祖屋的這個 等於說公共國宅的一個概念 祖屋就是他們的國宅 現在這個景掃過去 你就會覺得 飽覽北景只有有錢人可以享受 錯囉 這個是新加坡住在公共住宅的住戶 都可以享受 我剛剛聽到你講一個key word 你說這個是全世界最高 你看這個景 嚇死人了 最高的空中步道它多高 對 它大概50層樓這麼高 50層樓的話 你這樣子當上去的話 你就一覽無極都看得到 而且它是七連棟 七棟全部都連在一起 所以你從第一棟到第七棟 你也不用到一樓 你透過上面邊逛街 你就可以到其他的一個地方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地方 其實在新加坡 很多人都住得起 你不要以為國宅的話 很少人就住不起 你知道在新加坡的話 他們號稱居住率是全世界第一名 等於說有八成的人都有自己的房子 你能想像這種概念嗎 我們台灣有房子的人 可能了不起還不到一半 可是你在新加坡 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你就知道說 他們的主屋的一個政策 是有多麼的成功 所以你看到 大概有七八成都是自有屋的一個比例 那並不是說每一個人都是 買那種自有宅 而是因為主屋提供了非常多的供給 讓大家都有房子住 對 那像剛亮的一個主屋 你知道它一坪大概多少錢嗎 換算台幣大概是26.5萬 這是什麼概念 大家都買得起 26.5萬應該是新北市 如果我們現在要買的話 可能新北市 你要買到很外圍很外圍很外圍的地方 大概才有這樣的一個價格 可能是新莊五穀 正在外面的一個地方 而且還沒有這個花園步道 對 還沒有這樣的花園步道 可是在那個地方卻看得到 所以說 你說他們住起來的感覺有多少 非常好 所以很多人 那時候趁著年輕要幹嘛 你知道嗎 趕著去結婚 做什麼呢 因為在新加坡的話 你只要結婚的話 你就再符合相關的一些資格的話 你就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去申請到他們這個主屋 所以主屋可能它會有一個Ranking 比方說我結婚有小孩的 你排名比較前面 早一點讓你排到 再來是結婚的結婚 再來就是單身可能排最後面 對 所以說我那時候去採訪的時候 我有認識一個新加坡人 然後我也問他說 那你有沒有買房子什麼 他跟我說他自己的故事 他說他2010年結婚 他那時候結婚之後 他還記得那天是風雨交加的夜晚 然後白天 然後要公正完 然後可是公正完 他就算結婚了對不對 他不辦婚禮夜行 你知道是什麼嗎 他要留著 因為那時候在公正的時候 他就想了一個問題 他說我等一下 要怎麼樣趕快去辦居留證 怎麼樣趕快去申請我的主屋 他那時候心裡在想這件事情 所以他全部都辦完之後 他去申請他的主屋 結果沒多久 他當然符合一些資格 沒多久 主屋就下來了 那時候是規定他兩年後交屋 所以他那時候心裡就想 我現在公正結婚對不對 我兩年後交屋的時候 我再來辦一場正式的婚禮 再辦一場流水席 給大家一起 那現在不是雙喜的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後來他真的等到了 而且你知道他身體要多大的房子嗎 35坪 5房的房子 在當地的話 對一個小夫妻來講 是非常非常夠用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新加坡這樣一個政策 造福了非常多的事情小民 他們有了房子 然後結婚之後 刺激生育率之後 有更多的時間來幫國家來服務 所以他可以生三個小孩 五間房 但是其實 其實大部分台灣官員 講到說去國外取經 看今天社會住宅的經驗 很多人是從你知道 其實都是到荷蘭去對不對 對 因為剛才小燕講到新加坡 現在新加坡是亞洲 那我們一般就想說歐洲呢 歐洲是那種怎麼 這個人均GDP這麼高的國家 應該就不需要這個社會宅 但是不對 反正歐洲很多國家 他們社會宅的比重非常高 剛才韓族提到這個荷蘭這個國家 荷蘭的話 大概目前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住在這個社會宅裡面 那你也想說 為什麼荷蘭會有這樣的傳統 主要是因為荷蘭人他們從150年前 就把房子設為 視為是一種人民的居住權 絕對不是你應該用來這個 所有商品炒作的這個標的 所以他們很多人都是把 就是說提出 就是我要住在這個社會宅裡面 荷蘭的社會宅 我們一般對台灣的社會宅印象就是 那是平民住的地方 就炒房的工具 但是荷蘭完全杜絕了 這樣的狀況 重點是在於什麼 第一個 他們對於這個租金 或是說入住的這個規則 有非常嚴格的限制 譬如說他們規定這個社會宅 你的租金的話一個月 不能超過680億歐元 680億歐元的話 則新台幣大概2萬4千塊 就是租金不能高於2萬4千塊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的這個申請 注入這個社會宅的標準的話 是年薪的話不能超過34229 如果折合成新台幣的話 是125萬 那這樣是什麼概念 大家可能聽了這樣子 我們舉一個很簡單的對比給大家聽 在阿姆斯特丹的市區裡面的話 17坪的房子 租金大概是36000 你看36000 那如果以這樣的標準的話 事實上社會宅的租金 只有這個一般住宅的這個6成左右 所以大家一定要住在社會宅裡面 對 相對我們台灣的社會住宅 有時候比這個租金 比其他市區都還要更貴 那當然沒有人要去住 第二個我們剛才講到 它是125萬的年薪 張成一個標準 那在荷蘭的話 大概他們年輕人的起薪 大概是70萬一年的這個左右 也就是說幾乎所有的年輕人 都可以住進這個社會住宅 所以你看 社會宅 我們的印象當中 那個就是中低收入 比較辛苦的這點 給他們去排隊 給他們去抽籤 可是在荷蘭 你說這個宅門嗎 他還挺寬的 他照顧到大部分的年輕人 我覺得荷蘭 他不只是說用這個收入 來看成一個標準 譬如說他們有針對幾個 譬如說你是單親家族 譬如說你是身心障礙 然後假設說你是這種 所謂的老年人 因為老年人要租房子 可能不容易 他也照顧到你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知道 像台灣很多人不想生小孩 是因為我明明 我兩個人薪水很高 薪水很高的話 我養那麼多小孩的時候 拖累我整個生活水準的時候 我還要租房子 那租房子租不起的時候怎麼辦 荷蘭願意把你歸類為這個社會住宅 因為他認為說 你可能在養小孩的花費太多的時候 我就讓你住在社會住宅裡面 甚至是有些像這個收入很不穩定 高傲低低的人 他也都把它化為說 你可以住在社會住宅 也就是說他真正是照顧到了 所有需要的人在住這個社會住宅 另外一個當然大家會想說 為什麼他不會變成炒房的工具 主要就是說他要賣的時候 假設我有這個社會住宅 我要賣出去的時候 我只能賣給荷蘭 他們有一個這個團體叫做 住宅的協會 我只能賣給這個協會 我不能直接 假如說你如果住社會宅 你不能直接賣給徐清華 你不去賣給 先給一個所謂的協會 先給住宅協會 住宅協會 你會說 萬一我住進去之後房價 漲價 那怎麼辦 很簡單 就是住房協會跟我 我們兩個各分一半 各分一半的話 下一手的話就用住房協會去分配說 他可能認為說 這一棟房子比較適合誰來住 我們就來舉個例子 像有一個叫Misha的這個藝術家 因為他其實生活的 他工作非常不穩定 收入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的時候 他就在等這個社會住宅 結果他們住宅協會 就給他分配到一個 樓中樓的這個房子 他出進樓中樓 他覺得好開心 因為他終於等到 他理想中的房子 因為他是藝術家 你看他會看說你是藝術家 你可能需要比較大空間 我就特別給你這個樓中樓 而且他有一個女兒 所以兩個人住這個社會住宅 剛剛住得非常好 所以你看他們連這個都考量在內 是不是非常的人性化 可是從剛剛小元代我們看到 新加坡的這個公宅 這上面有空中花園游泳池的 那荷蘭的怎麼樣 荷蘭也是一樣 他們現在還做 因為大家住進去的話 一定都希望說自己住的房子 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現在荷蘭的這個當局 他們就跟很多設計師團隊 一起來做 那我們看到這個兩個畫面 你看他們這個 這個所謂社會住宅的房子 你看這個螢幕上面的話 一邊是你看 一邊有藍藍綠綠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些 凸出來的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這個是設計 給老人的公寓 那老人的話 最重視就是要日照 日照你照不到怎麼辦 我就把這個陽台往外凸 往外凸的話 你在外面的話 你就可以曬到這個太陽 所以你看 他們連這個 幫老人都考量在這裡面 那另外一個 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什麼 它中間的話 這個是懸吊式的房子 就是讓老人可以照到陽光的 這個地方 這個房子要給我住 我還有一點怕怕的 但是下面沒有撐 但是對他們來講的話 他們希望是有那種日照的感覺 我是可以照得到陽光這樣子 那包括說像另外一個就是說 有那個中空 已經被中空這個 鏤空了一個豪宅 那下面的話 有那種巨型的這個花盆 在那邊當造景 那上面的房子的話 你看這個一個這種造型 就是類似像那種豪宅的這種造型 居然會在社會住宅裡面出現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 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 住荷蘭的社會住宅 因為不但有造型 而且又漂亮 對 我已經看到那個 老人的那個住宅 突出來像這個 一個鴿子 一個鴿子 突出來已經很體貼了 還跟你弄彩色的 各戶各不相同 所以有型有款 這是荷蘭公宅 最大的一個特色 沒錯 那我再問你們兩個一個問題 譬如說我們這個 一般聽到我們台灣的這些術語的話 包括說什麼 水岸第一排 或是面對這個千坪綠地 甚至說是這個景觀無敵 然後這個百年的這個造型 百年的經典 聽到這種這些詞語的話 你會覺得是什麼 豪宅 情特入住 追猶獨享 一定是這樣子 但是我跟你講 在阿姆斯特丹的裡面 每一棟社會住宅 全部都是具有這樣的條件 好好喔 對不對 你看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 我們舉一個阿姆斯特丹 非常有名的社會住宅的區域 來給大家看 我們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車站 它旁邊的話有類似東區碼頭這個地方 現在如果大家你去觀光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的話 你去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現在已經變成是 阿姆斯特丹當地非常具有 文化氣息的一個地方 這裡面有很多藝文的小店 可能都是百年的老店 很多高級的旅館 他也進入在這裡面 因為這裡面他有文創的氣氛 裡面還有很多很多商業住宅 很多商業區在這裡面 但是你知道嗎 這裡面居然有很多的 社會住宅在這其中 也就是說他們荷蘭的社會住宅 是讓你分不清楚 哪一棟是社會住宅 哪一棟是一般的住宅 他就在豪宅區裡面 就有這樣的設計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計 主要是因為荷蘭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 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在規劃這種社會住宅 他們就像以前台灣的觀念 就是我們要把社會住宅 集中在一個地方 那集中在一個地方的話 荷蘭試過這樣 試過這樣之後 他們發現到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都把社會住宅 集中在一個地方之後 久而久之 這個社會住宅就會 人家都知道在社會住宅之後 就他社區就會變得比較老舊 迫人一節的感覺 對 然後結果人家都不願意進去 那為了要打破這樣的狀況的話 荷蘭就想到說 那我就先下手為強 所以他們在東區碼頭這個地方 他其實過去的土地的時候 他們就想說 我未來在這個地方蓋社會住宅 所以荷蘭當局 就把這邊所有的土地 比這個建商更早一步 把全部都收歸 就買下來 那買下來之後 我就在這裡面 我就安插幾個地方 就蓋這個社會住宅在這中間 讓你完全感受不到 那不但是說你感受不到 這些社會住宅在這個地方 而且這個地方久而久之 也有人願意進來 變成一個商業氣息 很多藝術家進來之後 就變成是個混合住宅 混合住宅的話 加上說這個地方發展越來越好 變成這個觀光景點的時候 你看這個社會住宅 哪是我們印象中間的社會住宅 所以你看到在國內 像這種市中心的精華地 通常就是搶先擦旗 擦旗再來炒地提 一定被住宅 縣商拿走了 所以 但是青華你看 我們非常羨慕 剛剛他描述的荷蘭 那已經不是願景 是現在進行市 很幸福的一件事就是 公宅不必擔心被貼標籤 回到國內你來看看 我們的公宅的現況又是怎麼樣 我們台灣現況就是 這個所謂的公宅 公共住宅 社會住宅 國民住宅 合宜住宅 你聽到一大堆的名詞對不對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名詞 這裡面有很大部分是什麼 政府怕什麼 怕說過去那個國宅 可能比如說管理不佳 或是大家對它有刻板印象 然後怕大家給它貼標籤 然後換了好幾個名詞 再加上它實質的內容 開始有變化 所以開始有出現 我們剛剛那些名詞 那我們解釋給大家聽 所謂的公共住宅分座好多種 那我們講的社會住宅是什麼 社會住宅基本上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四個字叫做 指租不售 那這個東西就是指你要付租金 但是它基本上是不賣斷給你的 所以這個叫什麼 這叫社會住宅 那社會住宅的模式通常都是 比如說政府用BOT的方式 請建商來幫忙去蓋起來 蓋起來之後又提供指租不售 可惜的是 我們台灣現在這樣的 社會住宅數量非常的少 像搞笑 剛剛說的只有7000戶而已 遠遠的不符我們現在的需求 那另外一個叫國民住宅 這個應該大家比較熟 國民住宅是什麼呢 就是政府的土地 然後政府出錢來蓋 蓋好之後來配售 給這些所謂的低收入戶 那麼像這樣的戶數 大概有17萬戶之多 但是政府已經宣布說 以後不再蓋國民住宅了 但是又出現一個新的名詞 叫合宜住宅 如果各位觀眾有印象的話 就會記得什麼 福州合宜宅 或是林口合宜宅 那麼像這樣的合宜住宅是什麼呢 它基本上就是政府出土地 然後由業者出資來興建 興建好之後呢 用比市價低 比如說打8折的價格 賣給所謂的低收入戶 那這個叫合宜住宅 那目前看起來 合宜住宅好像其他縣市政府 好像不是往這個方向去推 是往哪裡推 往這個社會住宅的方向在推 那目前又有個最新的名詞出來 叫做青年生活住宅 這個青年生活住宅 是一個討論中的概念 它是以地上權的方式 希望來推動 推動什麼呢 希望這樣的房子 可以比較便宜的 來提供給年輕人 但是那還是一個構想好 那回過頭來說 就是說這樣的社會住宅 在台灣裡面 你會發現就是什麼 被人家貼上標籤 好像政府在推動它的時候 有很多的狀況 比如說我們以台北市的國宅 以新隆公宅為例好了 新隆公宅也是前一陣 去年的時候不是遭租嗎 遭租了272戶 272戶推出來之後 租進去本來是美式一樁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傳出什麼 有人吸毒 住宅說裡面有人吸毒 然後又傳出來說 其實有的來飆到這個什麼 這個入住資格的人 他其實是高收入戶 他沒有那麼 他根本不是低收入戶 像這種消息傳出來之後 大家當然就議論紛紛 特別是什麼 你想想看 假設你家的鄰居附近 有人吸毒 你會不會很緊張 你當然很緊張嘛 所以事情一傳出來之後 台北市政府有沒有辦法處理 台北市政府之前說 無法可管 無法可管也就是算了 派人去現場去查 又查無實證 那你這就糟糕了 為什麼 表示市政府在處理 這件事情的時候 公宅的管理制度 並沒有被建立起來 公宅的管理制度 如果沒有被建立起來的話 就出現什麼狀況 你就發現 假設你裡面有發生 有人吸毒或其他狀況 你根本查不到 所以市政府說 那不然我們用基點字好了 有人違規越多 記越多點的那種 我們就取消他的入住資格 可是問題是 你現在連抓都抓不到 你連證據都沒有 你連記他一點都不可能 你怎麼讓他記滿30點 所以你會發現 公宅的管理制度的建立 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改變 民眾的這種刻板印象 如果你有記得的話 台北市政府說 要在這邊蓋社會住宅 一群人又出來抗議 台北市政府說 要在這地方蓋社會住宅 又一群人出來抗議 你要怎麼避免這個狀況 其實很簡單 你要去改變社會住宅 過去大家對他的刻板觀念 怎麼改 你要賦予他一個新的 高大上的形象 怎麼說 你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要把它打造成為一個 就看你剛剛在荷蘭看到 一個漂亮的 新穎的 而且管理完整的一個住宅 那要怎麼去改變 第一個你要怎麼做 你要讓這個所謂的 社會住宅他可以入住的人 不是只有所謂的低收入 或是弱勢族群而已 你要適度的讓中產階級 也可以去申請進來 這樣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這個東西是 救急也救窮 你這樣稍微口袋深一點的人 也住進來 他會不會有公平正義 你知道有錢好沒人好 會不會有公平正義的 這樣的一個懷疑 這個是中產階級的定義問題 因為我們在定義 能夠住進來的人 通常都是根據什麼 根據所謂的年收入 年收入年所得 那根據年收入年所得 我們適度的把它的線往上拉 往上放寬 放寬就變成說 我已經滿足了低收入的需求了 我在我新建的負數裡面 再滿足更高一點收入的需求 但是這些人也不是真的 所謂的高所得 他就是中產階級 那他住進來有什麼好處 就是說 我們開始針對這所謂的 社會住宅要做一個調整 怎麼樣調整呢 當他今天經濟能力 如果稍微好一點 然後比如說他家真的 就生了小朋友 小朋友也多了 他就是要面積比較大的 我們也可以提供他面積比較大的 而不是像什麼 像我們去看那個林口的那一批說 世大運做完的選手村 以後不是要做社會住宅嗎 裡面套房的比重就很高 那你就變成說 如果我們要提高生育率 鼓勵他們生小孩的話 他可能就不夠用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在什麼 在社會住宅的規劃裡面 提供像這樣子比較大的空間 然後在公設的部分 就是大家都平等 不管你有錢沒錢 我們使用的公設 就通通都是一樣的 這樣就沒有所謂的差別的問題 那還有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說我們在從管理開始 就要去處理所謂的 它住宅品質的問題 因為你要知道 這個社會住宅蓋好之後 它會老的 會老會怎麼樣 你的這個大樓的外牆 如果我們有印象 很多沒有維護好的大樓 外牆怎麼樣 白白的一片一片的 就表示說他連外牆都沒有在清洗 為什麼沒有清洗 表示他的管理委員會 收的管理費可能是不夠的 那不夠他就不能去請 這個所謂的這什麼 清潔公司來幫他清洗外牆 那所以你要做到這種管理上的維護 就從一開始要規復好就是說 你這個住住的住戶管理費 你要收多少錢 然後呢 比如說大樓的外牆 可不可以帶來新的廣告收益 住常常經過的 這所謂的中庭的通道裡面 是不是可以裝其他電視看板 去提供廣告的收益的來源 那麼這樣一整套的商業機制 去想好了之後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有比較充裕的 這所謂管理費的收入 我有比較充裕的管理費的收入 當然我就有更好的 就是怎麼樣 請清潔公司來幫我 處理這所外牆的清洗 跟大樓的維護 這樣我的房子 是不是就會老得比較慢 那這個是第二點 第三點是什麼呢 第三點就是說最簡單的 我們現在政府 現在遇到重要的是 你就像新龍公宅 蓋好了之後呢 面對到管理的問題之後呢 你才要來處理問題 你才要面對問題 可是其實你根本一開始在蓋的時候呢 你就要先想好 以後你要怎麼做管理 什麼樣的人可以住進來 住進來要遵守哪些規矩 然後呢 這整套的管理制度 你把它先想好之後呢 才不會變成說 我蓋好之後 好像面對它新的那些問題狀況 我都不能處理 所以你會看到 今天管理一個公宅 讓它像樣 然後當然它需要成本的 其實我們要告訴大家 還有一件事情 可以點時成金 世忠剛剛提到了 我們看到了荷蘭 我們看到了新加坡 人家公宅那麼讓人家羨慕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個字 日本的經驗也很棒 就是松下集團 熟成透過科技 讓一座社區 整個活靈活現起來 對 我們在講這個社會宅 或是公共宅的時候 如果能夠把它變成這個 智慧化 那是不是一個非常好的典範 我們給大家看的話 這個目前螢幕上這個叫 神奈川的藤澤智慧社區 我們如果看到這個社區的話 是非常 這個外觀看起來是非常乾淨 然後清心宜忍的這個狀況 其實跟各位觀眾講 它這個以前曾經是工廠的廢棄地 工廠這個原本是松下在這個地方 以前在做這個黑白電視 做一些產品的這個地方 因為工廠在這個地方廢棄了之後 2010年的時候松下就說 那我跟這個日本政府 我們來這個地方 蓋一個社會住宅 這個社會住宅 可以用100年左右的這個社會住宅 這個社會住宅到底多智慧 我們先給大家講一下這個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一般我們都說 先要蓋馬路進去 然後在這個鋪電線 它不是這樣 他說我們先設定 這是未來100年的生活 所以我們裡面的所有的基礎建設 都是因應未來100年的生活 譬如說我們剛才看到畫面上 你可以看到家家戶戶 或是可以用到的空地上面 其實它都擺滿了太陽能的發電板 也就是說它這個地方 各式各樣的空地 都可以讓你太陽能發電 也就是說它省去了這些 所謂的發電的這個狀況 再來就是說 它這裡面有非常多的電力的管理系統 它每一個家戶 或是每一個公共場所 它都設置了這個觀測 觀測電力的這個目前使用的狀況 目前的使用狀況到底是什麼時候是尖峰 什麼時候是這個尖峰 我都知道清清楚楚之後 我再可以要求說你可以省電 省多少 或者是什麼時候 你可能不要用電 什麼這樣 它甚至你知道 這整個社區的 因為有太陽能發電之後 如果這個社區節電下來的時候 他們甚至還可以把發出來 這個不用的電賣到外面去 所以賣到外面去的話 你看他們社區還可以賺錢 所以你知道 在這個社區裡面 有些人住進去的時候說 拜託 我住在裡面 居然我不用繳電費 因為社區的話 省電了 我們不但用電量低 而且我們還可以賣到外面去 這哪裡是說 會被貼上標籤的這個賢物鄰居 你看這個房子 根本是高級住宅區 對 那事實上 他們為了要讓這個地方空氣清新的話 他們還有非常特別的這個措施 就是說 你要住進這個社區的時候 你要先簽一個竊節書 就是你不能買自己的車 那我怎麼辦 我交通 我總是要進出 那我不能買自己的車 那怎麼辦 他們就說 我們在這個社區裡面 我們有配備所謂的公共的車子 公共的車子就是電動車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出門的時候 你就直接去跟社區 booking說我什麼時候要開這個車 那這個車子的話 你看車子就停在我們公共的 這個地方裡面充電 那充電的話用的也是太陽冷的電 那你要出去的話 你就直接跟booking開這個車出去 那你看整個社區的話 沒有這個車子在這邊污染環境 而且你這個社區的話 也是非常非常的安全 你說我們知道 這個社區裡面人那麼多住在這個地方 那我小孩子出去那怎麼辦 不用怕 你在家裡面的話 你只要打開你們家的電視 你們家電視一打開的時候 這個社區裡面所有的camera 都在你的電視上可以看得到 因為它都已經連線 連到你的電視上 那你要好 我說 今天我的小孩假設在社區的 這個溜滑梯在那邊玩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現在狀況怎麼樣 你只要點一個很簡單的 這個按鈕 點下去的話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其實就在你電視前面就可以看得到 這非常神奇 所以這個推出來之後 大家都說 這分明就是未來的整個智慧社區 是未來人類最理想的這個社區住宅 所以事實上你剛才帶我們看到 這個日本的松下社區 它從這個用電 還有電動車 包括這個監控 全部都幫你貼心想好了 那台灣 我們台灣會有這樣的社區嗎 台灣的話 我們知道柯P上台 就是他希望說是在他的任期之內 有2萬戶的公共住宅 事實上他現在也說 那我們也要 不只要公共住宅 我們要打造這個智慧住宅 所以他現在選了幾個地方 包括大同的明倫國小 或是萬華的這個青年營區 瑞光的這個市場基地 這個幾個地方 就是說我們要設置 所謂的這個智慧的這個社區 那現在其實走得比較快的是 南港區的這個東明公共住宅 我覺得我們不要只有羨慕日本 台灣搞不好可以做得比日本更好 所以你一路聽下來 我們真的不是長他人志氣 你如果不說 我跟你後面說的整套 跟那個松下實現出來的 那個智慧社區一模一模 但團隊來告訴我們 就像除了節能 除了我們說 盡量鼓勵你開電動車 除了幫你審核包 除了這幾招去實現所謂的智慧 城市 智慧社區 還有沒有什麼方法 其實國內業者有很多保守 其實國內業者 已經有人也開始針對 比如說CCTV的監視系統 然後保全的對講功能 還有中央控制系統 門禁系統 然後還有停車的管理 把它整合成一塊 叫智慧的社區 那Panasonic那個是很遠的 那近一點 像它這樣子一個管理的社區 有什麼好處 其實最簡單的例子 第一個 以前社區常常要公告的時候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是不是都要一看公布欄 對 Man 它只要手機安裝對應的APP 所有的社區都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個社區最近要做什麼事情 最近什麼叫停水 最近什麼叫消毒 所以第一個可以搞得定 第二個是它提供了一張卡 這張卡可以讓你 到所有社區的任何一個地方 包含你停車相關的一張卡 都可以去幫你做解禁的功能 還有 君向你有沒有常常發現 有時候如果這社區 是不是都有管理員 有時候要找一個管理員 管理員如果離開位置 我們該怎麼辦 他去損 你就等他等啊 不然打手機啊 是不是要等很久 沒有 他現在這個管理員 如果他離開以後 如果他透過一些平房 我們可以去知道說 管理員現在人在什麼位置 那我們有什麼樣的需求 會去找管理員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 可能有快遞要找 或者是你有信件到 那你剛好家裡沒人 然後現在呢 如果透過這個智慧社區 你可以透過這個APP 它會通知你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更好去調配你的時間 你今天到家以後知道說 我有信件到我有快遞 我再去做一個領取的功能而已 那再來就是說 還有就是 你如果有透過一個中央系統控制的話 有時候呢 你也知道管理費是誰在繳 我們在繳嘛 那有些地方如果能省到的錢 那是不是很方便 也就是說 未來他可以知道說 你這邊呢 現在這個區域完全沒有人 所以他把這個燈關掉 好 省錢 還有就是說 今天呢 我們有時候在等電梯的時候 因為他可以集合這個系統 你電梯呢 你要去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說 原來呢 他把你身定在一樓 那你今天是不是很方便 就可以坐一個電梯的進入 也就是說 他這個社區整個 會透過他的中央的控制系統 去控制他 所以 Tim 你說的這個智慧社區 真的會讓人想要進去住住看 不過呢 剛才講到的都是說 比較外部的 包括管理員啊 或者是什麼這些省邊的 比較公共區域的 那由外而內 我們的家裡又可以過得多舒服呢 好 那家裡 我們就從一開始 我們是不是要進門嘛 對不對 進門會有第一個什麼東西 智慧門鎖 門鎖 啊 智慧門鎖什麼好處 不用再帶鑰匙了 你有沒有曾經因為忘了鑰匙 然後結果要請人家來開一個門鎖 花五百到一千塊 常常 常常對不對 或者是有時候你剛好出門呢 去大潤發買個東西 結果親戚朋友到了 哇 完蛋了 東西還沒結帳 全部把它塞回去以後呢 再開車回去 幫親戚開門 有這情形嘛 也就是說 現在不用 你可以通過指紋 透過密碼 甚至於呢 如果親朋友到呢 你用手機的APP 直接就可以幫他做一個解鎖功能 這叫智慧門鎖 那家裡呢 其實有一個地方最危險 什麼地方 廚房旁邊的瓦斯 那瓦斯這一塊呢 如果你透過整盒呢 它有一個叫瓦斯的偵測器 你今天只要一偵測 這個瓦斯的濃度太濃的話 它會幫你做一個遮斷的動作 那這樣子呢 你在做瓦斯的監控上呢 你也會變得相對的安心 還有就是家裡 尤其是我們家呢 因為我們家有養寵物 那家裡面呢 如果呢 有時候過熱 或太潮濕該怎麼辦 也就是說 它會去整合一個叫做 無限的溫度顯示器 那這個顯示器呢 會去偵測說 現在家裡的溫度高於 比如說25度了 那它會自動幫你去把冷氣打開 家裡太潮濕 幫你把除濕機打開 所以這個顯示器呢 可以幫你做整合 那然後呢 大家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有時候 家裡如果有小孩子發高燒 可是我們要上班 那沒有辦法去量它體溫 阿伯安啊 完蛋了 它這個時候呢 剛好有個叫做 體溫的一個照相機 你人呢 就小孩子 只要在那體溫照相機呢 照一張相 照完以後呢 它馬上會傳手機 透過APP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小孩子的溫度 已經到幾度了 那這個時候如果 剛好有一隻寵物跑過去怎麼辦 沒有關係 它有一個識別功能 寵物的溫度 都是永遠比較高的 所以它去識別說 這個是寵物 這個是人 所以呢 它這個地方呢 也可以去幫你做一個 所謂的辨別的動作 還有就是 再來就是 如果你家裡剛好有老人 那老人呢 它有一個叫做 一個健康的一個照護機 這個機器呢 可以讓你去量 所謂的血壓 血糖 那相對的 你等於也是請了一個 好像住手在家裡面 你在外面上班 比如說我現在住在這邊 在上節目的時候 你透過手機可以知道說 他有去量過了 他現在很健康 沒事 你有沒有覺得非常的方便 好酷喔 你看 我們剛剛一路聽下來 台灣的節能社區 節能城市 已經邁開大步 ING 我們不要長他人的志氣 滅自己的威風 那進一步 我要請小元帶我們回過頭來 你看我們一路從哪裡 我們一路從松下 談到了台北 談到了台灣 有一個關鍵字就跳出來了 節能 所以你發現原來節能是實現 智慧城市的很重要的一步 對 我們剛剛談了這麼多 從社區到智慧家電 到智慧節能等等 都指向了同樣一個目的 什麼 就是為了要有更效率的利用能源 因為你如果不利用過度的 浪費能源的話 地球已經開始出現一些副作用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從遠一點的地方開始說 像最近南北極就出現 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變化 在那個西南極的地方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冰棚 叫做拉森溪 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冰棚 它是用來阻斷海水跟冰的 這個最主要的一個地方 它居然出現裂痕了 你知道這個裂痕的話 有多大的影響嗎 這個拉森溪 它出現這樣的一個大裂痕 拉森溪這整個冰山的話 慢慢會移到比較暖和的地方 這個這麼大的冰山 大概是6000公里 6000平方公里這麼大 台灣1.6大的這樣的冰山的話 如果它不能夠阻斷海水 它直接流到海水的話 整個海平面會因此上升了10公分 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一個事情 這是在比較遠的地方 那距離再輕一點點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印象 最近西南氣流對流很旺盛 而且雨突然下暴雨對不對 這還不是最嚴重的 中南部之前傳出來什麼 下冰暴 那下冰暴的話 等於說你突然下冰塊的情況下 很容易傷到人 中南部那時候冰暴多嚴重 就大概是一個銅板大小 直接這樣下的話 很多人砸到的話會因此受傷 這是在台灣的部分 那我們隔壁的日本的話 也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在東南關東地區的地方 也下起很大冰暴 這個冰暴大概是有5公分這麼大 這個冰暴的話一下下 而且是一下超過10分鐘的情況 所以很多人第一個反應什麼 跑到家裡去躲 可是你知道嗎 這麼大的冰塊 你要躲也躲不到 躲不掉 直接就砸在天花板 整個打破 整個玻璃都打破 沙窗也打破 所以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 都指向什麼 地球開始暖化 暖化的危機可以說是 越來越嚴重 那我們再拉回來 台灣的話 要再針對這個地球暖化 有做出什麼努力嗎 說到了 在老天爺面前 別想跟他對賭 我們真要學會謙卑 小元丟了一個問題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努力 回來我們給您看看 在節能的主命題之下 節能家具 節能道路 節能城市 比你想的還聰明 不要走開 好 歡迎回來 武器科技無限家 在剛剛節目當中 我們一直扣著節能這兩個字 因為其實沒有節能的話 我們很難去打造一個 理想的智慧社區 小元 我們剛剛又看到了 在國外我們有那麼多 可以取經的對象 包括這個社會住宅 那現在國外在節能方面 我們又有什麼可以去學的 對 其實國外有很多的 節能的一些 包括相關設置都陸陸續續在實現 可是我們還是要先呼籲一件事情 就是說台灣對於節能這件事情 應該要再繼續加緊腳步 因為我們台灣的電費 是全世界第三低 所以好像變成浪費是一件很平常在做的事情 包括冷氣24小時在開 或者是你的熱水器 也是24小時在那邊滾 那這個都是很浪費的事情 所以這個怎麼樣節能的話 台灣要做 國外的話早就已經搶先在做 包括什麼 包括我們現在路上的夜照燈 都換成LED之外 其實在荷蘭的話 它更進步 它不是用這個夜照燈 它還做什麼 它還做發光的道路 你能夠想像嗎 荷蘭有一條道路 它是所謂的一個示範的發光 它把所有的標線有沒有 都塗上那種會字體發光的塗料 就是說白天照太陽 照日光 它充飽了這個光能之後 晚上它能夠自動照亮8個小時 你能夠想像嗎 那其實它還要 接下來還要再進一步 它還要塗上所謂的動力塗料 就是說如果萬一你在冬天的時候 它這個道路會自動 道路結冰 它會提醒你這個道路結冰了 所以你開車要更小心 這是一個動力塗料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看到當馬路 當標線自己可以發光的時候 我就用不到那麼多的路燈了 你看它沿路 它根本沒有爐燈設計 對 除了動力塗料之外 其實它接下來還有什麼 你開這台車 接下來不是電動車越來越多嗎 你開車它還能夠幫你充電 它接下來還會有所謂 在這個道路下面 買所謂充電的線圈 你開的話 它也可以幫你多附加這樣一個功能 所以你想像這條智慧道路 真的實現的話 對於我們一般來講 節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誘因 可是不只荷蘭 我們看一下法國 法國你可能想像嗎 一個道路上面 它鋪了滿滿的太陽能板 那什麼意思呢 像透過畫面也可以看到 它這個不是一般的這個 都在屋頂上的太陽能板 它把它裝在道路上面 有2000多片 這在法國的洛曼蒂這個城市裡面 它是一公里的一個四半道路 它裝上去之後 它預估一天的話 有700多瓦 700多千瓦的電力 可以能夠吸收 那夏天的時候 有1500多千瓦的電力 可以說什麼概念 大概是一般的家庭 可以用一個禮拜的電 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透過這樣一個道路的話 你在上面可以當道路走 它平常又可以透過太陽能 來充電的話 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但是大家問題就來了 你這條路做得這麼漂亮的話 真的可以耐車子這樣壓來壓去 我剛剛就很好奇 你知道那個車子隨便都好幾噸 來回碾壓 不壞才怪 對 所以它在上面加了五層的基板 就是一層是樹脂 一層是多精細 一層是別的塗料 所以五層墊上去之後 你車子在上面走 再大力的話 它還是能夠撐住 就希望說這樣的一個道路 未來能夠普及 不過它的這個代價 還是非常昂貴 要500多萬美金 所以相當於要1.5億吧 1千5億 一點5億多 所以還是非常昂貴 所以怎麼樣降低成本 是他們未來最大的一個課題 我真的沒有想到連道路都可以 做這麼大的運用 對 所以你剛剛講到這個 最後看到的太陽能板 其實我去想到台灣 我們現在也把那個叫水庫有沒有 中南部有很多日照 很充足的地方 屋頂我拿來種電 稻田我拿來種電 水庫的水面拿來種電 剛剛那個絕了 道路也可以種電 對 那其實節能的話 真的是無所不在 剛剛俊昂哥你有講 對不對 我們司法 國外的一個經驗對不對 像現在有一個最新的就是 日本有一個音樂道路 你知道我那時候去採訪的時候 帶日本去試車 你知道 他就帶我們到這音樂道路 在山裡面 它日本這樣的音樂道路有三條 然後你開在上面的感覺 你再開 有聲音喔 那聲音是一首歌曲 你現在仔細偷看 你可以聽到那聲音嗎 對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開的時候 我也嚇到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它是利用什麼 地面上有五千多 兩千多個那種凹洞 然後跟輪胎 摩擦之後發出的聲音 去控制這樣的一個音樂道路 日本有三條 而且你知道 你開這條路的時候 你也不能開太快 因為你開太快的話 超過五十公里 你就沒有這樣聲音 你一定要五十公里以下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聲音 所以你聽不到音樂的時候 代表足以有你超出的 對喔 所以有音樂的話有什麼好處 我們一直講到節能 那你是不是就不用 有人來特別指揮 那你如果萬一有人 就你晚上在開車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有個特別的指示燈 來警示的話 如果有聲音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加強先警示 所以這也是類似節能的 一種概念嘛 這樣的一個道路 我一直說台灣對不對 其實台灣的話 好像在台東最近也有一條 幫忙在蓋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或許台灣也有這樣的音樂道路 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 不過另外一個節能的話 我覺得更厲害的是 這一個次世代行的大樓 叫ALFY的橋本 這一個是一個瓦斯公司 它蓋著這樣的一個獨立大樓 為什麼要說它 你知道瓦斯行的話 對一般的社區來講 是一個嫌惡設施 對 所以有這樣的話 大家就很危險對不對 不 它把這個嫌惡設施 變成大家最愛的設施 因為我們繼續講 能源的話 有瓦斯 有電 有熱 有二氧化碳 它把它整合在一起 所以當你是使用電的時候 發出熱能的時候 這瓦斯公司 它把你傳輸過來 變成它自己的利用 利用來發電 或是利用來儲存 那當你有導入二氧化碳的時候 它也幫你吸收過來 幹嘛你知道 旁邊的有一個果園 可以幫你輸出二氧化碳 可以催熟 催熟旁邊的水果 然後如果萬一你發生 七級大地震的時候 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你輸出了熱能 你輸出了瓦斯 它都幫你儲存起來 你可以再繼續獨立的使用 所以這樣一個大樓的話 他們在2012年一推出之後 廣受好評 讓大家不會覺得說 瓦斯行以後再也不是 社區的嫌惡設施 而且這個是最強烈的一個宣示力量 你看喔 燒瓦斯是很耗能的 而且那種全球暖化 溫室氣體 那個東西是非常討人厭的 但我偏偏在這種 你認為嫌惡設施的地方 我用節能 用科技 我弄到你不得不愛上我 對 而且呢 其實俊相 其實我平常很喜歡跟Tim聊天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常常會有一些 很新奇的小物 那今天我們在講節能嘛 我們看完這些路啊 看完這些瓦斯 那有沒有什麼小物 可以幫我們節能的 好 簡單講呢 MWC是世界通天大展 在哪裡辦 在巴塞隆納 那巴塞隆納呢 它裡面呢 就有一個很厲害的 垃圾桶 垃圾桶 但它這個垃圾桶是 節能的垃圾桶 那這垃圾桶呢 除了因為它是透過無線網路 去部件它的 也就是說 今天這個垃圾桶 它會去蒐集所謂的data 蒐集資料相關完以後呢 它會去告訴我們的垃圾車 去蒐集什麼 去蒐集這些垃圾桶 如果它滿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路線的規劃呢 就會照著我們的這個 滿不滿的程度 而去做處理 那相對的 它除了可以收垃圾 很方便以外 去節省這些能力 跟這些油以外呢 它還可以去蒐集 接下來它可以去知道說 我這個東西 這個垃圾桶在這邊呢 蒐集了什麼垃圾 是最多的 那蒐集多了表示什麼 表示未來這一些呢 它可以透過後面的大數據呢 再去做一些相關的運用在 欸 這有趣 還有呢 還有呢 當然就是家裡面 現在已經非常多的 叫做智能插座 那智能插座最棒的地方是 你常常離開家裡面 忘了去關燈 忘了呢 比如說你可能插了行動電源 或者是在那邊插了充電器 結果呢 因為你忘記了 你導致這一整天的電費 可能會超級高 那智能的這個插座呢 好處是你可以透過手機的APP 去幫你做一個什麼 關閉的動作 這樣子呢 你電風扇也可以關 甚至於冷氣也可以關 還有你忘記插的任何需要供電的呢 你透過手機呢 可以做個開關的動作 那開有什麼好處 比如說你今天冷氣已經設定好 你開了以後呢 你透過這智能插座 你未來呢 你回到家裡面 就已經可以變得比較涼快 不用回到家呢 再去做一個 所謂的開機的動作了 你想都沒有想到 看起來最笨 最規矩 最沒有聲音的 你說連垃圾桶 連那個所謂的插座 都可以被搞得這麼聰明 我再說一個更笨的家具 沙發椅子 動動不動一下 現在也不一樣了 現在有個叫做神奇餐桌 這餐桌的這個設計師 他很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他裡面放了一個蠟 那這個蠟能做什麼用 他可以幫你在整個的房間裡面 做一個調節溫度的功能 比如說你今天天氣變冷了 他發現說你今天室溫 低於可能22度了 他就要釋放熱能 那釋放的時候 他就會把這個蠟變成軟化以後 他釋放熱能出來 讓你這個房間的溫度 就可以把它變得溫暖一些 你就不用太冷了 那相對的 你可以變暖 你就可以變硬 變硬的時候 就是它去吸取你附近周邊的熱能 也就是說像現在那麼熱 它吸完以後 可以讓你整個房間的室溫 就不用到這麼的高 就可以變低了 你有沒有覺得很特別 很酷耶 所以你講到節能 節什麼能呢 陽光 空氣 水 前往我們剛剛一直都在談的是什麼 我們在談的是所謂的能力 電 我們用電 現在我們談談這個水 最後這個水太重要了 水環境 沒有水你怎麼活 沒有錯 節水也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特別是台灣現在遇到什麼狀況 你知道台灣很多水庫 泥沙淤積的很嚴重 泥沙淤積的嚴重的情況之下 變成說你實際儲水空間 是不是變少了 所以水資源在台灣現在 也變成一個很大的課題 可是就偏偏有這麼一個國家 它有三分之二的國土都是沙漠 然後一年只下30天的雨而已 而且他們的科學家說 2014年的時候 我們面臨90年來最嚴重的乾旱 什麼地方 這國家是哪裡 這國家是以色列 那你想想看 面對到90年來最嚴重的乾旱的時候 這個國家照理說政府要怎麼樣 發出限水警報 大家都要節省用水 我告訴你 他們政府怎麼說你知道嗎 你們不要擔心你們繼續用水 你們不用省水 你去跟誰要水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以色列有200多家解水技術 省水技術最好的水技術公司 所以他們對水的問題 基本上是不缺乏的 比如說什麼 用水從哪裡來 海水淡化 所以他們有一家叫IDE的公司 最厲害就是這個技術 做海水淡化 把那個有鹽分的海水 把它淡化成為一般的飲用水 但它全國大概有五座 這樣的所謂的海水淡化工廠 然後淡化完了 是不是變正常的水 正常水幹嘛 配送到一般家庭裡面 你可以拿來飲用 拿來喝 你可以拿來洗澡 可是你在你全家都用完水的時候 以色列政府要幹嘛 所有的這些 大家用過的水要幹嘛 回收 回收幹嘛 把它再做再利用 把它再淨化再利用 那淨化再利用要幹嘛 拿來灌溉農田 灌溉農業 所以我們剛剛講了 一個有三分之二國土 是沙漠的國家 你知道它一年 出口的農業出口值是多少錢嗎 20億美金 一個三分之二國土 都是沙漠的國家 竟然能夠出口20億美金 這麼龐大的產值 所以你就可以想到說 他們對水利用的程度有多徹底 那對他們來說 很多東西都是可以 他們省水的技巧 比如說什麼 我們想像中就是說 你想說破裂的水管 那就是漏水漏水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 以色列人從漏水裡面 也想到了商機 怎麼說呢 他們有個農夫 發現說奇怪了 我怎麼有一棵樹 我從來沒有去對它灌溉過水 一年下的雨很少 沒想到這棵樹長得非常的茂密 非常的大 那後來有科學家看到這個現象 才發現說 它旁邊有一條水管破裂 所以水管破裂了 水管的水都滲到下面去 所以這棵樹它長得又高又大 結果這個科學家想說 同樣的方法 我是不是可以應用在 那個農業灌溉上面 我把大大的那個水利桶怎麼樣 把它直到地面裡面去 然後上面讓它有破了 很多小溪洞 他們發現說用這種方式 可以用最少的水 可是讓最多的農作物 得到很充分的灌溉 它水的充分利用力 可以到達95%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以色列在這做這個節水的技術 它算是非常的豐富 非常的成功 而且他們現在做出一個新的東西 是怎麼樣呢 長得像個U-Bike 然後是用太陽能來發現